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Sanny 今天是2024年10月29号,星期二 大盘三大指数两个上涨,一个下跌 标普上涨了0.16%,这个是在连续四个小阴线之后的一个小阳线 反弹也没有什么力度,整体上还是在震荡的趋势当中 短线方向不明朗,但长线趋势仍在上升通道中 除非一个大阴线对上升通道形成明显破坏 标普指数只是横盘震荡 只要消息面不要太负面,早晚有一天还是会选择向上的方向 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0.78%,串历史新高了 形态上面是多头上涨的格局 最近纳指的走势似乎强于标普 其实纳指本来就会比标普弹性更大一些 在牛市中,纳指总是冲在前面的 那么这次纳指是三个指数当中最后一个串新高的 目前支持而后涌啊 道指今天下跌,道指这几年的走势很容易突然下跌 跌起来幅度还挺大的 但神奇的是,无论跌几千点,最后还是会顽强的 串新高 现在四万多点了,大方向上看涨 短线来说是非常不好判断的 那现在就是希望美国大选在下周结束后 选举结果最好是没有争议 不然11月份美股啊,将会迎来的很动荡的一个月 历史上面好像是有两次的大选完了,起了争议 上次川普和拜登这一局倒不是争议 就是局面有点乱而已 要说选举的争议啊,最近的一次是在2000年 美国大选曾经出现争议 花了一个多月才确定结果 2000年11月7号是当年的大选 在佛罗里达州结果公布前 小布什和戈尔分别获得246和250张选举人票 那你看这个票数非常的接近啊 拥有25张选举人票的佛罗里达州就成为了决胜的关键州 11月8号,佛罗里达计票完毕 小布什仅仅比戈尔多了1700多票 差额占总票数比重只有万分之三 根据佛州法律 比分如果是接近千分之五以内 那就要重新计票 到了11月10号 佛州完成机器重新计票 小布什还是领先 但是差额更小了 两个人就差了327票 于是戈尔要求在佛州进行人工计票 这下小布什不乐意了 过了两天就去佛罗里达的法院提出申请 要求停止人工计票 那人工计票最后还是继续进行 但是人工的就是很慢嘛 又折腾了十几天 到11月26号的时候 人工计票的结果是小布什领先537票 谁当总统 就是查最后这几百个人的选票上 戈尔心里非常不服 就又去法院提出上诉 两个人从州法院炒到最高院 12月初 正当佛州下令在全州范围内 重新统计6万张漏掉的选票时 最高法院紧急叫停 锁定小布什最后胜利 不然的话可能还得折腾更久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种不确定性啊 是一种悬而不绝的情况 那么对金融市场就重大利空 在折腾大选争议的2000年的11月 这整个月啊 标普指数下跌8.01% 而且从那个月以后 美股从牛市转为熊市 当然这也不能够全怪大选 这个时间正好是2000年泡沫破灭的关键时点 那反正就是倒霉的事赶到一块去了 2024年 这次民调和赌场数据大举押注川普获胜 川普大比分领先 像2000年那种比分极为接近的情况 这次可能不会发生了 但是考虑到4年前 在邮寄选票和计票上 可能存在一些争议 这次川普又是枪击 又是马斯克站台 可以说全力以赴了 那我个人也是猜测川普会赢 但是如果结果再生变数 就有可能是一个黑天鹅事件了 有人断定 如果美国大选出现争议 那么日元将会获得避险资金的关照 这也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关联 日元是公认的避险货币 在国际上出现一些黑天鹅时 日元就会升值 那逻辑上日元利率接近零 而欧美的投资产品收益率比较高 投资者就借日元 买入美元啊 欧元或者是英镑啥的 去投资这些地方的资产 一旦国际上风吹草动 避险资金就赶紧要卖掉 欧美的资产 再买回日元 回日本国内避险 但是呢 富国银行认为 不管是谁赢 美股都得下跌 富国银行是这么看的 他们列举了四种可能的情况 首先就是选举争议 那标普500可能就会在三天内下跌2%到5% 如果不确定性持续的话 跌幅还会进一步扩大 如果川普获利 因为川普会推进更为激进的财政政策 将导致企业成本提高 股市下跌 如果哈里斯意外胜出 那将对美股造成负面影响 标普也是要下跌的 好 那第四种情形是 选举期间美债利率攀升 那美股也会下跌 嗯 那我认为 这次难以出现比分很接近的这个情形 但是仍然有不确定因素 出现重大黑天额的风险是比较小 但咱们心理准备也是需要的 万一出啥状况 手上的股票怎么处理呢 如果有钱 是不是可以在黑天额发生的时候去抄底呢 如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那么美股将会继续看涨 宏观数据上 进一步支持股市上涨 今天发布的Jaws职位空缺 职位空缺从8月份向下修正后的 786万个减少至744万个 744万比经济学家预计的800万 少了56万个 大幅低于预期了 整个职位空缺的趋势 你看也是一路下行的 劳动力市场放缓 失业就成为美联储更加关注的一边 通胀则被放到另一边去了 工作机会的下降 对股市影响是双刃键 当就业机会快速下行 失业率失控时 那么经济不好 经济不好对股市就形成利空 当失业率可控 但是劳动力市场放缓时 博弈政策宽松就成了股市的利好 来看个股 今天谷歌AMD财报 盘后看起来谷歌财报是开大 盘后涨了一些 涨了4.5% 第三季度的业绩超预期 谷歌的三季度营业收入882.7亿 超过预期的863.7亿 每股收益2.12美元 超过预期的1.84美元 所以是双超预期的一份财报 我们之前说过 谷歌财报除了看整体 还要看结构收入 广告是它的基本盘 第三季度的广告收入658.5亿 比去年同期596.5亿 大幅增长了 再看油管的广告收入 有89.2亿 同比也大涨了9.7亿 云业务的营收113.5亿 去年同期才84.1亿 云业务大幅增长 那谷歌不止营收利润双bit 结构化的业务也都表现不错 感觉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再看AMD AMD财报盘后大跌 业绩是可以 四季度指引符合预期 AMD的季度营收68亿 超过预期 每股收益92美分 也符合预期 公司公布四季度的营收预期 在72亿到78亿之间 分析师预期75.5亿 正好在预测值的中间 因此对四季度的预期符合预期了 那即使如此 市场还是以下跌为进 那么AMD如果到明天开盘还是跌了许多 就有可能带崩半导体 AMD的产品和英伟达相似 但产品竞争力和研发的速度明显不如 所以AMD的下跌不等英伟达也得下跌 只不过板块可能就会因为一个还蛮有影响力的AMD的下跌 而有板块下跌的压力 今天盘后RDDT Reddit也公布了一个财报 我当时在53块7买入并持有 今天盘后大涨了 那Reddit这只股在20岁上下人群 据说有较大的影响力 内容也是比较丰富 鱼龙混杂的 它的一个优势是用户数量离天花板还很远 而用户增长率不错 目前130多亿的市值并不是非常贵 比我开始吹票时确实是贵了不少 但仍然是合理的 三季度Reddit的每股收益10有美分 居然还盈利了 预期是亏损8美分 比起收入和利润那点业绩 其实长期收益更关注的是日活跃用户数 三季度Reddit的日活跃用户数同比大幅增长47% 达到9720万 这个数字正在快速增长 只要活跃用户持续增长 股价就是一波比一波高 DJT今天放出历史天亮 但还不是史上最大的成交量 今天DJT的换手率238% 所有筹码今天之内被交易的两遍 成交量在这两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 昨天的节目中我预测川普概念股会在大选后落幕 有一些小伙伴的感觉都拿不住DJT了 嗯 其实拿DJT的人大多是来投机 既然投机就知道投机之道 根据买涨不买跌的心理惯性啊 主力只有在拉高的时候才能出货 放量就是把水搅浑了 掩护出货的行为 我的判断不一定对 但是如果我来操盘的话 我肯定要在题材变得没有价值之前 拉高股价 边拉边出货 不然等川普入住白宫 我可找不到啥题材让散户来接盘了 你说是不是 好 那最近麦当劳的大肠赶军事件导致股价撑压 那么麦当劳是否可以按逢低买入的办法来抄底呢 大肠赶军导致顾客生病后 美国麦当劳的客流量在全美范围内下降了6.4% 在情况最严重的特罗拉多州下降了24% 那客人少了 营收就少 利润下降 这是可以预期的 食品安全导致的顾客流量影响 不会在几天内消失 人们的记忆虽然不长久 但是也没有那么健忘 客流减少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这就会导致一个季度的营业收入和利润的环比下降 可以预计财报公布时或许还会有一跌的 但是麦当劳还是值得投资的好企业 在短期困境中 股价的下跌往往提供可以抄底的好价格 一时的困难造成股价的下跌 并不影响长期企业的经营能力 估计过一段时间 大家就会忘记大肠赶军 该吃吃该喝喝了 麦当劳是顾客流量减少6.4% 那这边有一家城门失火被殃及持余的 是可口可乐 这两只股我觉得是美国人的必须消费品 跌多了不妨考虑买入了机会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